我們今天來到大稻埕鄰近地區的一條鏡像 這邊有一間很特別的小店 中藥材互動體驗館 聽說裡面有很多神奇的中藥材 現在帶你來看 陳大哥你好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大稻裡面你覺得最特別最有亮點的地方 可以可以 他是這裡的創辦人陳青柳 熟練的介紹著藥材 就像在獻寶寺的熱情且毫無保留 這個區塊就是 像這一座 這一座就是我們的龍骨 就是我們所講的五花龍骨 它是以前的恐龍或者是大型動物 它的化石 這個是它的牙床 這裡面是牙齒 那這樣這一塊大概要多少錢 現在目前因為是早期收藏的 現在應該是二三十萬 這一塊要二三十萬 對因為我們早期收藏的時候是整座的 那這個主要是中藝師用來安神 震驚用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石高枕 這早期他們用來也是當退燒用的 館內展示了不少藥材 像是這幾顆核色球狀物 叫做馬寶石 是馬胃腸裡面的結石 還有這上頭寫著 人尿自然承接的固體物 叫做人中白 一片片看上去就像礦石 而中藥互動管理當然少不了 讓民眾跟中藥近距離互動的元素 抓藥體驗 我先抓絕名子的話 抓一點點就看一下大概重量有沒有到 接著把藥材都備齊了 就可以開始包裝 跟著工作人員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做 來大功告成 抓完藥還能到旁邊抽支藥籤問近況 互動管理還有一個地溫秘密基地 藥材冷藏倉庫 看一下我們的冷藏櫃的話 應該會看到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就是會有這些直筒 這些直筒的話其實是我們 就是把我們用原像工法 所製造出來的藥材顆粒 裝回來 裝櫃回來所用的容器 看到這裡不難發現 裝藥材互動體驗館 每一個角落都充滿細節 這都源自於陳青柳對於中藥材的堅持 說到最初接觸的契機 他說跟家人有關 那當時我的七叔公得了血癌 被送到我們家鄉去 那一些獸醫 還有就準備去世的東西 都已經搬到我們家鄉去 結果我八叔公 他是中醫師 他回來以後就幫他拔賣 拔完賣以後就配了一些藥 然後熬這些藥 把它熬成膠 然後加一些中草藥 那他都叫我們這些小孩子 看著火不能滅掉 或者是太大 所以當時我們就 七叔公 這麼難受 我們都也很心疼 所以就也很盡興地把這些藥把它熬好 當它熬好以後 我七叔公就慢慢吃慢慢吃 後來他就全醫了就好了 又上來台北 做了一二十年的生命 這讓我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東西 陳青柳與藥材就此結下不解之緣 現在更要把藥材知識帶到大家面前 民主來到這裡也不妨停下腳步 坐下來喝一杯特製養生茶 � specified 坐收穿